好的我們持續來關注就是天氣的最新動態了 我們透過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東方海面上的熱帶擾動 在稍早的時候是已經變成了低氣壓 既然低氣壓持續是往西北溪的方向前進 好看得出來它現在離我們台灣是相當的遠 但是要特別留意了 接下來也就是接下來星期五 星期六跟星期天雙十連假 它很有可能會離台灣越來越近 屆時它的外圍環流 對於整個台灣的東半部 東北角北部地區都會是比較帶來明顯的雨勢的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帶大家來看 現在是已經變成了一個低壓 往西北溪的方向前進 但今晚是在這個之前 主要影響台灣會是在星期五過後 但星期五之前全台還是會降雨的 就主要就是因為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尤其星期一這一天 整個北部地區的溫度 是直接一口氣下降九到十度左右 出門在外 真的一定要記得戴件外套了 而且東北角還有基隆 跟東半部地區 都是會持續性的降雨的 那麼這到星期二星期三 會有一個小小的空檔 不過到了星期四跟星期五的時候 因為整個地氣壓越來越接近台灣了 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值之下 整個東半部地區跟北部地區 與市來說又會變得比較明顯 好 剛剛特別提到 北部地區未來一整個星期 溫度都是下降的 所以我們帶大家來看 在星期一的時候這低溫是24度 但是高溫也頂多25到26度而已 所以這秋天的涼意 真的是越來越明顯了 尤其到了星期二的時候 這低溫又會下降到是只有21度 到星期四星期五過後 溫度是慢慢的回升了 但是還是受到水氣的影響 雨色來說尤其在北部地區還是比較明顯的 而中南部地區帶大家來看 幾乎一整個禮拜天氣是比較穩定的 低溫平均是25到26度 高溫上看31到32度 但日夜溫差大 最後一周走勢趕快帶大家來看 主要就是星期一東北風增強 北部地區的雨色是非常明顯 而且高溫一口氣就下降 9度要戴外套囉 星期二到星期四的時候 還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但水氣會稍稍減少一些 北部跟東半部還是會降雨 但溫度會稍微的回升一點點 但是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這個時候整個地氣壓的外圍環流 水氣又變得比較多了 溫度比較不受到影響 還是比較悶熱 但是雨勢來說就要嚴防大雨囉 要特別留意 未來台灣整個星期 雨勢還有這溫度來說 都是變得比較明顯的 是